嗨,大家好,我是大雄 现在呢,这个抓鸽子的小莲已经来了 我们呢,去帮他帮忙一下 今天呢,小莲来得比较早啊 现在才十点钟左右 最近的天气呢,比较凉快 所以呢,还是比较舒服的 这两龙呢,是在另一个比较小的棚抓的 好了,已经抓完了 这个龙子呢,也已经上车了 现在呢,这小莲准备呢,算下数 哦,好 好 好了,数已经算完了 现在呢,莲老板呢,马不停蹄 要赶去波罗龙西那一边下鸽子了 最近呢,他都是五天来一次 好了,大家看一下 这次一共是抓了一千零一十六只 呃,每只呢,十块钱 一共是一万零一百六十元 今天呢,并没有抓老鸽子啊 最近呢,这鸽子的行情都是十块钱一只 呃,这个挺便宜的 估计呢,也是要亏本了 为什么呢?因为最近那个饲料真的是长得太厉害了 就是一包饲料比往年呢,都要贵十多块啊 你,呃,像我们的话 一个月可能吃四百包这个饲料吧 就是两百包那种饲料 还有两百包呢,五股 啊,这样算下来的话 这个饲料成本 每个月就要增加 呃,四五千啊 这个可以说是 成本挺高的 所以呢,十块钱的话 估计是要亏本了 但是也是没办法的 今年的这个饲料的价格呢 确实是这么多年来 这个十多年来最高的一次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 呃,今年呢,有很多地方 这个玉米的收成很差 所以呢,导致这个饲料 玉米的成本一路飙升啊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呢,玉米呢,它大量的用于这个 呃,用于这个 家禽啊,鸡啊,鸡啊,猪啊 那种饲料的成分当中嘛 所以呢,就是 对这个养殖业影响很大 所以呢,现在我们呢 也是压力散大 因为呢,这个鸽子 没有涨价 反而降价了 这个饲料呢,却不停的飙升 所以呢,这个想要挣钱呢 几乎是没有可能的 今年呢,这个真的是 这个养鸽子 这个市是一路亏到底啊 可能十块钱的话 勉强能维持在 就是,亏一点 挣一点的那种状态 但是呢,大概率都是亏一点点的 所以也是平常呢,搞养殖这个市场 好啦,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 我是大小,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 欢迎点赞加关注 我们明天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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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